跨年一定要来试图一下 没错 而且跨年就是要通宵 通常这么晚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找一些餐酒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间餐酒馆是在通话街里面 这间餐酒馆不得了了 怎么说 你不觉得它整个妆容氛围超美的吗 真的 而且我刚刚从这边看 天哪 它的天花板是透明的 对啊 而且好大一片落地的感觉 你看如果我们躺在沙发上 就可以看到星星 月亮 而且还有一个角度是可以看到101的 超美的 好美 而且我喜欢它是它这边其实算是一个老宅 就进来就有那种回到以前的感觉 对 非常地复古 但重点它的菜色其实也蛮复古的 虽然它是喝调酒为主 但是实际上它里面的菜色 都是以台式的菜色来做出来的 怎么样 我的天啊 它吃起来外面是先煎过 所以它吃起来有那种嚼劲 重点是它是花椒香比较多 很麻 但是不辣 很辣 它是鸡蛋豆腐 然后外层炸得有点酥酥的 花椒的香气裹在这四周 很特别的味道 很像那支麻辣锅耶 而且重点是就会一直挖着饭吃 你看我们三个都吃过那一份 我们不是刚刚吃饱吗 可以吃两碗饭了 可以吃两碗饭了 真的 我觉得丝瓜加蛤蜊本身的品味 就已经很够了对不对 但是再把金沙加下去 那个淡香气跟黄黄的沙沙的口感 很厉害耶 真的 但是我觉得它们家的那个金沙 不是那种很粗的那种很沙 会吃到喉咙干干不舒服 它是非常细致细腻的像流沙一样 让它的嘴巴是有点绵密的那种沙 很像奶黄包的那个黄色的那个地方 接下来这一道是什么 鸭中 它是鸭中跟青包菇 然后做了三杯 它是樱桃鸭 是樱桃鸭 宜兰的樱桃鸭 最厉害的 好香 它完全没有鸭的那个腥的味道 也不会色色 它煮得真的刚刚好 中间还是软嫩的 重点是因为它用三杯去炒过 在边边的那个锅气 非常地明显 好吃 九族饭堡 该来交换礼物了吧 我可是想破头才想出要送什么给韦如姐 至于紫芸 你会送我什么 还是别期待吧 以免受伤害 5 4 3 2 1 谢谢大家 这什么 这什么热东西 太失礼了吧 这个肚子 好可爱 这是保养组合 好好的 不枉费我那么用心准备 居然收到了我平常舍不得买 还是我最爱的保养品牌出的旅行组 谢谢韦如姐 但按照我对欣婷的认识 她送的礼物可能会让你笑不出来 对 但你送我这什么东西了 对 我跟你说 我的用意是陪你每一天 好 我不要 我为什么要买到这个 谁可以陪你那个 行事例 也在里面加几句 你有加笔 没错 我有在里面写几句话送给你 我看看 因为我是戏剧系的 所以我就挑了几句 莎士皮亚的台词放在里面 哇 是什么 我看 不会是印刷上去的吧 不是 不是 是我真的是亲手写的 真的假的 是 我找一下 4月1号愚人节 他写说 坐着老实人当今世上 可是万人当中才选得出一个 你愚人节上坐着老实人 没有 我觉得它跟愚人节有关 所以我就把它贴在愚人节这一页 我到底今年最后一天 我听了什么 我看了什么 我拿了什么